三星堆,这个曾经沉睡千年的古蜀文化遗址,它的历史和文化如同一部神秘的史诗,从发现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尽管三星堆遗址曾经几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在1986年,挖掘工作却突然停止,这让人们疑惑不已,为何曾经如此火热的挖掘工作,如今却戛然而止?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为了一探究竟,我们深入了解了当年的挖掘现场,与考古人员沟通交流,试图还原那段神秘的历史,在四川鸭子河畔的一个安静村庄。 普通的农民们忙碌着耕作,一切都平静如常,然而,命运却将一场意外带给了这个小村庄。 有一天,当地的村民在田地里劳作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珍贵的玉器,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只是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作了普通的石头。 五年过去了,直到一群考古学家偶然听闻这个消息,他们才意识到了这个村子所隐藏的宝藏。 于是,考古学家们迅速赶往这个村庄,开始对这片土地进行挖掘和调查,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个村庄周围聚集了一系列的古代遗址。 这被称为三星堆遗址群。 数次挖掘后,宝物们纷纷出土,让考古学家们陷入了震惊与困惑之中,在普通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多是普通的青铜器,但三星堆却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面貌。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高达三,九米的青铜人像,威额而庄严地矗立在考古学家们面前。 此外,还有一些精美的青铜面具和黄金杖等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的设计精美无比,青铜器上绘制着精致的花纹和图案,外表包裹着薄薄的金属,考古学家们陷入了困惑。 这样精美的艺术品在当时的文化中并不常见,因此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来源和年代。 青铜面具更是令人猜测不已,其绘制的人脸特征并非中国人的面孔,引发了考古学家们对欧洲文化的思考, 还有那罕见的黄金杖,从中国历史上并未见过类似的文物,使得考古学家们开始猜测它们可能来自埃及或玛雅等遥远的文明。 然而,无论这些宝物究竟来自哪里,它们都为三星堆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考古学家们深陷于这些神秘宝物背后的历史之谜中,他们翻阅古籍,与专家讨论,进行比较研究,但仍无法确切确定这些文物的起源。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三星堆文物可能源自一个已经消失的古文明,或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交流。 这个假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传说中的失落文明,像是埃及的古代法老文明或玛雅文明,曾经在远古时代繁盛一时,然后神秘消失。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文物的设计和制作技术与这些失落文明的艺术风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可能来自于远古时代的中国,代表着当时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和艺术风格。 他们相信三星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在当时就拥有了高度发达的艺术和工艺水平。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象牙、海背、丝绸等,共计约五万件文物。 有些器武造型奇特在中国从未发现过,比如青铜裙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术、神坛、太阳形器、眼睛、金杖、金面罩等。 这些器武是三星堆文化最辉煌也最独特的部分。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包括铜顶尊人像、铜面具、铜神术、铜眼形器等。 其中一件青铜器是一人站立手举头顶神坛的造型,形质极其复杂罕见,还有一件高115厘米的铜顶尊人像。 形质和体量也非常震撼,它的下部是一个跪坐着的铜人,双手和卧鱼身前,头部顶一块方板,方板连接一个大口尊,尊的肩部还附有多条精美的龙形装饰,还有一组三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 其姿态和面部表情极为罕见。 遗址中还发现了古蜀人用火的痕迹,并在灰烬层里检测到了蚕丝蛋白,就是丝绸一类的丝织品和装饰品。 此外,在灰烬层中还检测到竹,楠木等好几种植物的残留,还有不少金器,包括黄金树叶和穿孔圆形金箔片。 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数是宗教礼仪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祀,或者是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 这与中原地区商朝青铜器的造型迥然不同。 三星堆青铜文化的神物色彩更加浓厚,这说明古蜀国可能是个全民祭祀的神权国家,神职人员的地位非常高, 在长于两千年的时间里,古蜀人在这里演绎了人类文明从孕育诞生,繁荣辉煌到走向衰落的完整过程。 三星堆突然终止发掘的因素。 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从三星堆遗址挖掘出来的文物,与我们以往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有很大出入,有传言说三星堆文明是西方人或者是外星人创造的。 对于这种言论,考古和历史专家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 夏商时期,中原文明大大激发了古蜀人的创造性,使古蜀人将区域性土著文化与中原文明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除此之外,古蜀人很有可能与同时代的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三王朝、古埃及王国以及地中海地区的麦西尼文明等古代文明,发生过远距离的文化交流或贸易往来,但是目前还没有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古蜀文明极具开放性和创造性,它将自己地域性鲜明的土著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相结合。 又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古蜀文明,所以,虽然遗址出土了一些前所未见,看上去很怪异,不那么中国的器物,但是不能说三星堆文明就是西方文明或者外星文明,它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纵观三星堆的发掘历史,我们便能发现,其中有数次突然终止的记录,具体的因素也比较复杂。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一度处于战乱之中,再加上当时考古专家有限,自然没有能力进行持续的发掘,为了保护文物,还是让其埋在地下更为安全。 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专家经过小规模的发掘,意识到了三星堆的重大意义,但是当时在考古方面,我们的技术并不是太先进,为了保护文物不被破坏,就终止了发掘。 这其实也好理解,比如说,秦始皇领到现在,也没有被完全发掘,毕竟在有足够的把握,保护文物不被损坏之前,还是让他们待在地下比较稳妥。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几乎渐渐都是前所未见的西式珍宝,考古人员正式见到这些奇异的文物之后,才不敢贸然发掘。 迄今为止,三星堆发掘的遗址面积仅仅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由此可见,三星堆遗址的规模之大,倘若全部被发掘,我想它一定能再次经验全世界。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技术的成熟,在今年上半年,再度重启了对三星堆的发掘,在六个祭祀坑中出土了近一千件重要文物。 在之后的持续发掘中,出土的文物已经多达上万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八号坑的边角处,已经有大型青铜器路头。 这也是至今秦始黄陵墓没有被大规模挖掘的原因。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挖开后定铃的教训会不会再次上演。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三星堆遗址,为何在当时被停止挖掘的原因。 因为跟上述是一样的,条件不成熟,可能会导致珍贵的文物面临出土及毁损的后果。 现在的文物保护技术,虽然相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谁也不敢保证下一步会不会挖出之前没有发现过的。 如果出现保护不利的情况,到时候怎么跟国家、人民、历史交代? 再者,现在挖出了青铜神术、青铜人面具、黄金权杖等等保护。 如果照这个势头挖下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珍贵的保护被挖掘。 仅仅是保护、研究现有的三星堆文物就足以让考古人员背负极为沉重的负担。 所以,它们需要时间来完成弄明白现有的三星堆文物。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如青铜神术等物。 无以表明,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强大的古蜀文化,这些都是急需被了解,证明的,是了解我国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而且,三星堆文明的背后跟中原文明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 三星堆文明是独立的,还是深受中原或是外来文明的影响,这都是我们急需了解的。 想要知道这些答案,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 所以,更加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也是当时背景下,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停止的原因所在。 相信,随着更进一步的挖掘,有越来越多的文物会出土,也会给我们现如今的一些困惑带来答案。 希望有一天,灌于三星堆的秘密能够被揭开,相信到时候,全世界都将为这项发现感到震惊。 那段遥远的古蜀文明也会展示在人们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